我们继续2015年DSE夹一的题目 到第九条 你见到现在有线形的半径和面积分别是这么多 最好其实是画一个图形出来的 当然了,画在草稿纸那里 现在有线形 R等于12cm 线形就是这样 现在它说面积A等于 30pi平方1画在草稿纸那里 那怎样想呢 其实现在它问FETA 记住线形就是圆形的一部分 线形必定是圆形的一部分 现在它问线形的角 它给了面积,给了半径 既然它是圆形的一部分 其实面积,线形的面积 就应该要等于由圆形面积去想 是不是? 因为整个圆就是360度 是不是? 它占了某部分的角 乘回360度分之FETA OK? 好了,那你计出来呢 不难了,现在线形面积给了你呢 就是30pi 那么多 好了,再乘成pi 然后12平方 乘成FETA over 360 OK? 左右约了Pi 那就是说30 over 144 将12搬过去,12平方的144 就等于FETA over 360 那跟上路计数机啦 将360乘上去除144 那你就见到呢 360乘30除144 那你就见到FETA呢 就等于75度啦 记住给倒数它 因为它问你角 好了,接着就问周界了 经常都问,亦都是圆形的部份 整个圆,整个圆就是2pi 对不对? 它占了某一部份 好了,所以呢 线形的周界 就应该要等于呢 整个圆,整个圆就是2pi R啦 乘回75 over 360 它占了那么多嘛 但是留意,如果你只计这部份呢 那就错啦 因为这部份只是弧形的长度 这个弯的长度 所以呢 我要加回2R 就是它的周界啦 OK 好了 用pi表示 就是留起到啦 2pi乘下12啦 75 over 360 前面啦 再加2乘12 OK 好了 做了前面先啦 就是24 上面是24乘75 OK 18除360 等于5 OK 如果你害怕按错呢 按多次啦 好了 2乘12 OK 那么多个pi 再乘75 除360啦 所以你会见到前面呢 就是5pi 前面就是5pi 加多12乘2 就是24 那么多个cm 那这条5分 绝对不难拿 亦都有信心 和我可以拿到的 希望帮到你啦 这条题目 好好地再玩一玩 OK 加油 拜拜 拜拜